1. 蚊子彭 1. 蚊子彭 稀里想必各位 在昨天都见识到了 孙安佐魔鬼筋肉人的一面 但回到台湾 再讲到肌肉 又谁不知道管长的大鸡鸡 也难怪孙安佐秀完肌肉后 最新的留言就cue了馆长 希望他能够给点意见 孙安佐就先说到自己很崇拜馆长 所以希望馆长能平一下他的体态 就算是批评他也接受 可见真的想有所激进 无独有偶馆长也开直播 被粉丝问到了安佐肌肉事件 他先是简短下了一句评论 今天孙安佐错错在他是什么 接着再补充现在台湾社会 有太多比孙安佐糟糕的年轻人 只是因为他是名人之子 做的事也会被放大解释 台湾奇奇怪怪的人很多 卑鄙虎子下的窝座肮脏的很多 不忠不孝不义 出卖朋友 出卖兄弟 他只是买了一堆枪 他拿去扫射了没 如果他今天扫了什么的 他就爱枪嘛 那当然这对不对不对 对这么年轻的小朋友 勇枪自重不对嘛 联邦重罪嘛 孙安佐 他就他老爸是敌因嘛 他老爸老父敌因嘛 孙鹏嘛 所以你不放大的效果嘛